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日开始对黄区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进行强制性检测 纽约州州长库默周四指 州府正在向市学校发送成千上万个快速检测包 由于部分地方政府表示没有足够的资源 州府将给纽约市提供20万套测试用品 目前 家长已经填写了7万2千份同意书 允许孩子在学校接受检测 今日上午 有市府官员透露 该数字只代表将近20%的学生 在过去3日 纽约市有7257人检测呈阳性 阳性率为0.2% 在黄区学校的3100次检测中 有4例确诊病例 另外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表示 布鲁克林和黄后区的情况正在趋于平稳 白思豪预计 纽约市将在周日对疫情的趋势有更全面的了解 新的限制已经在布鲁克林和黄后区的红城和黄区实施了一个多星期 纽约州州长库默指 距离根据现况判断是否重开企业和学校还为时尚早 而白思豪指 布鲁克林和黄后区的疫情正趋于平稳 阳性率不如之前那样持续增长 纽约市单日新增病例在连续几日超过500例后 也似乎趋于平稳 截至目前 布鲁克林红区阳性率为5.47% 低于上周的5.86% 黄后区红区的阳性率为2.74% 低于上周的3.36% 而大多数专家认为 在疫苗问世之前 突然爆发疫情可能成为常态 甚至在疫苗分发后 也需继续面对公众对于疫苗信任度低 以及分发和管理疫苗方面的挑战 纽约市餐厅和酒吧从今日起可向顾客收取附加费用 以帮助运营者从疫情恢复经济 另外 纽约州计划在下周一恢复实施塑料袋禁令 新法律今日生效 餐厅运营者可收取高达10%的附加费 市议会上周通过一项法案 允许餐厅收取额外费用 适用于室内和室外用餐 不适用于外卖和大型宴会 运营者必须在菜单和账单上明确列出这项要求 部分纽约市民认为 新的法律不会影响他们外出用餐的决定 有市民指40美元账单的10%附加费只是4美元 没有太大影响 也有市民表示 附加费可用于帮助运营者维持生计 也可以用来支付个人防护设备 对这项措施表示理解 另外 纽约州计划在下周一恢复实施塑料袋禁令 消费者从下周一起 需要自带或者购买可循环使用的购物带 如果使用纸带 需要支付5美分的费用 该禁令原定于3月1日生效 但尚未实施 部分原因是出于疫情期间使用环保袋的安全隐患 另一部分原因来自塑料袋制造商提起诉讼 部分杂货店运营者和塑料袋制造商一直试图推迟禁令 根据纽约邮报的消息 负责监督这项禁令的州环境保护局 必须在今日前对诉讼作出回应 下一次听证会定于11月4日举行 市议会教育与健康委员会今日上午举行听证会 讨论学校重开后的安排 根据数据 在非议和西班牙裔学生比例占一半的学校中 出勤率和课堂参与度偏低的可能性几乎是其他学校的八倍 根据市议会教育委员会有关远程学习的数据 足议学生在疫情期间的落后可能更明显 市议会教育委员会主席崔马克表示 学生在上网时遇到技术问题 另外数据显示 在非议和西班牙裔学生至少占一半比例的学校 课堂参与度和出勤率偏低 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性是其他学校的八倍 崔马克也正在了解学生无法使用WiFi或其他设备的问题 最近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承诺将在11月再购入10万台iPad 根据崔马克的说法 市府已经用了超过6个月的时间 希望确保来自不同地区的所有学生都拥有网络和设备进行远程学习 但事实是 许多学生仍然缺乏资源 崔马克在听证会上指责市府没有负责的规划远程教育 令许多学校落后 另外 崔马克也指市府没有跟进学生远程学习的情况 了解同步直播上课和非同步上课的学生的差异 另外 纽约州州立大学奥尼昂塔学院 此前大型派对导致5名学生被停课 3个社团被禁止举办活动 后来确诊人数不断增加 目前已有700多名学生确诊新冠 该学院校长巴巴拉莫瑞斯周四宣布辞职 花旗集团副董事长雷·麦奎尔将辞职 竞选纽约市市长 麦奎尔是华尔街职位最高 任期时间最长的非裔高管之一 他在周四上午宣布将从花旗集团辞职 为市长竞选做准备 目前距离初选仅剩8个月 现年63岁的麦奎尔是花旗集团副董事长 在金融界很有名气 不过麦奎尔对选民的了解甚少 且第一次参与市长竞选 还必须在短时间筹集资金 麦奎尔认为他更适合引领纽约市复苏经济 在接下来的两个财年 纽约市将面临至少90亿税收损失 可能导致成千上万名市府员工被解雇 纽约市还需面对种族歧视和治安等问题 且枪击和凶杀案近几个月有所上升 麦奎尔指 在过去的18个月里 商界的同行一直试图说服他参选 有同行认为麦奎尔作为非裔商人 对种族歧视的问题和纽约市面临的金融危机 有独特理解 此前许多商界成功人士 比如亚诗兰黛集团前任董事长莱纳德·兰黛和商业大亨马提德 过去曾竞选市长 但都以失败告终 不过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 可能扭转纽约市选举的轨迹 1970年代的财政危机 曾促使郭德华在1977年当选市长 1989年非裔青年优素福霍金斯 在布鲁克林被一群白人青年围困后遭枪杀 引发社会动荡也促使戴维丁秦时成为纽约市第一位非裔市长 而在2001年 亿万富翁迈克尔彭博当选市长 当时911事件对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对美国经济章 史语丁秦时成为纽约市长 资金兹丁秦时成为纽约市长 里面上台的相机 旗资金兹石兰秦时成为纽约市长 不明显 multi的亚厂 研究约市长 不明显市长 不明显市长